一个昏黑的傍晚,在西班牙巴塞罗那街头的一个电话亭,有一位少年神色慌张地打着电话。少年对那边说,我看到报道了,您要来巴塞罗那,我给您发了一封邮件,请您看一下吧。我不想卖给那个人,可我明天前必须要做出决定。突然,少年变得很恐惧,说,你来格拉奈达吧,在伯尼塔酒店等我。 然后,匆忙地挂掉电话,开始不停地狂奔起来,仿佛有人在后面追他一样。他跑了很久,直到跑到一辆开往格拉奈达的火车上,才放松下来。少年找到自己的床位,提心吊胆地坐在床上。时间过得很快,天亮了,少年坐起来,他打开包。 顿时四周变成的A1,天一下来并下起了大力。 少年打开门,只听到一声枪声,玻璃都给封出来的呼噜。转眼间,火车到站了,但少年却莫名失踪。 难道,这位少年死了吗?还是被抓走了?他是干什么的?